下一段是甚麼 OK 下一段的話 這個字是最簡單的啊 就很明顯就是 兩行字 中間一個轉場 然後 背景是這個 背景的話我是用 Star Starburst 就是它 會弄起來會有類似星空的效果 對,Starburst 就是它會有類似這種 宇宙星空的效果 這個好像蠻常看到的 這個效果 前面的光的話就是用之前跟你說的 Optical Photography 這個也是外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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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加在它前面而已 對,這段很單純就是 就這樣子而已 啊,等一下 等一下 那有個檔檔 OK 好,那就下一段 下一段就可怕了 只有下一段 接下來這兩段是 就是 我弄得夠久 就是這個 對 這個 這邊這個其實 大部分也是很簡單 就是 也是用那個 也是字的排版啊 這個其實很明顯就是字的排版 跟前面完全一樣啊 其實 對,講簡單點就是這樣子 主要是後面就是這些東西 你要自己弄出來 就 就花很久 而且 那麼多東西在跑 那個預覽之後就超級 超當 這個 一個加號 背景的加號其實 沒什麼技巧 對 你打開你就看到 就真的是 全部都是 一個加 對 一個加 一個加號 所以真的超當 對,它就只是一個 就真的是一堆加號而已 然後這一堆加號 你當然可以就是 你打 一個加 就是 如果你要弄的話是可以 就很簡單是 你就一個文字嘛 然後就打個加 然後大概調一下 它的大小 擺著 然後 按Ctrl加D 對,你如果正當弄的話 你可以像這樣一個一個一個排 對,就是這樣一個排 然後排好 對,大概就這樣子 但 這真的是有點 就是 蠻麻煩 所以我這個加號 其實也是用 膠本去排的 我是用一個叫 這個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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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lity box 這個你可以去抓 這個是免費的 這個是免費的 然後 而且它有附一些教學 可以去看一下 Utility box 對 主要就是你看這邊有個叫 欸,它怎麼沒有跑出來 叫 Clones 對,就是它會複製 你看我剛剛不是一個排 這樣要排很久嗎 然後像這個的話你只要按一下 你打一下你想要距離 你覺得譬如說你想要每個到距離 兩百 兩百 呃,不是,講錯 打錯 假如你要長 長跟寬個八個加吧 然後每個距離二十 然後你開 然後按create 它就自動幫你生成 生成好了 對,這樣就好了 對,這樣就好了 所以用腳本是真的快很多 你剛剛一個一個排 可能要排一個多小時 而且這個排完之後你還可以 因為它有 我如果勾這個add link 它就有控制的形象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好像太密集吧 就拉一下它 調整它的exo 然後 跟它的 y軸 呃,對,這樣就弄好了 就不要省時間啦 用 腳本會比較省時間 OK,三角形的話應該是這個啦 喔,對對對,找到了 對,其實是三角形 講 開了三角形其實也沒什麼 三角形其實也沒什麼 三角形就是你去畫一個三角形出來 對,就是這樣 你就先開一個shift layer 然後畫一個三角形出來 先建立一個shift layer 建立完之後 有一個方形的工具 你長壓 或一個star2 星形 星形出來之後 你拉 如果你一開始看到的話 應該是 它是星形的 你拉星形的話 你按那個方向鍵的上下 按上的話就是它就會多邊形 它就會多新增一個 按下的話就是它減少 啊,我要三角形的話 就按到它剩一個三角形就好 就拉一個三角形出來 然後把它擺好 擺好之後 再複製 另一個 再複製一個樣的 然後給它轉個 90 180 度 然後把它擺著 然後把它擺著 對,就給它擺著 這樣就做好了 對,這樣就做好了 對,然後做完之後 我是把它preconver起來 我是把它preconver起來之後 然後它就變成一個一起的 東西 然後就只是在中間這樣旋轉而已 就只是調它的rotation 然後射關鍵一個 就這樣子 最短的話 就直接開上第四球 你就知道這短是什麼狀況 看一下 好,對,就是這個 超級無敵卡 其實你看那個 開輔視圖 對,看輔視圖你就知道 這些都是字啊 對對對 這個就是真的 就是硬擺上去的而已 就真的是硬擺上去 然後你擺越多的話 你的電腦會開始慢慢越來卡 越來卡 然後我在弄的時候 就是希望它不要當機 很可怕 你看它從它的前面看的話 就是我把它放一顆電視 電視上面播我之前做的 浩哥宇宙OP 所以就真的很卡 這段真的很卡 我這邊大概弄個幾下就好 我的做法就是 首先 一開始的話 這邊很明顯 它就是 它是有個地板 我會先建一個地板 建一個地板 地板的話 打一下 建一個地板 然後建完地板之後 把它,因為我們是要做立體的 所以我們把它3D的 打開 然後我建議是 你在弄這些3D的時候 我習慣是開 就是4個 一起卡 就是上下左右 對 我們就先 我們就打開它的rotation 然後它這是 Y軸 不是,講錯了 是Excel 對,我們Excel Excel我們給它轉90度 它就變成地板水平 然後我們位置把它往下放 對,這樣就是地板了 然後 然後 因為 這個字很 很長一段 所以 所以我的地板是弄超長 我記得沒錯的話 我的地板 因為那個時候要排字 所以我是 這個是 寬嗎 對 所以我的高長度 就是一直往後 無線延伸 不夠的話 就是從這邊拉 就是硬 我就是硬拉 對,反正地板 地板會很長 我把地板改成白色的 地板弄完之後 然後 再把它的寬度 拉寬一點 地板出來之後 對,要拉超長 地板 不夠的話就是繼續拉 因為我的自排都很後面 接下來就是開 CAMERA 我習慣都是用35MM 這次看個人習慣 然後再開個 New Object 這是要給它控制 攝影機的方向 好 那其實大致上這就完成了 接下來很簡單的是 這個關鍵格 到你後面的時候 就往前進 對對對 你看 可以看 虎視圖 攝影機 就是 這樣子 往前進 虎視圖 跟虎視圖 看一下就是 它就是往前照 然後 就打一些字 譬如說 打個 123 打字之後 打完之後 也把它開那個 3D 開完3D之後 你把它擺在你想要的地方 然後這個時候 就通常 我就是要看旁邊 來對一下位置 像 它位置在這裡 然後 我是有給它們 每個都接觸到地板 所以 它就放 下 住下來 對 給它碰到地板 這樣就有了 對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後面就是 全部就是一個一個拍上去 中間那個電視是 中間那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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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素材 對 這就是一張圖片而已 大概就只是一張圖片 對 對對對 就直接給它放上去 我看 我要找一下喔 應該是這個吧 對 tv.com 對對對 就是一個 對 就是 你把圖片放進來 然後 一張圖片 圖片放進來 然後這個影片 就把它放在它 擺在它後面就好 然後 這個電視 你就把它擺在它 應該在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